说到豪华的MPV 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丰田的阿尔法 不过这车在国内卖80万左右 提车至少得价格二三十万 可谓是一车难求 其实同为日系的 还有一款比阿尔法更好的MPV 它就是日产的Air Grand 价格比阿尔法贵多了 虽然在国内并不多见 在日本国产的Air Grand 可以说是商务相识 休旅车始祖之一 当年正是这辆MPV 首当其冲 杀入豪华休旅汽车市场 并一炮而红 才有了后来的阿尔法 爱丽山等纷纷效仿更新MPV市场 虽然在国内并不知名 但名声在外 据了解 该车将推出全新的大改款Air Grand 新军决将会更加豪华 虽然在外观上 它与普通的MPV差别不是很大 我们都知道 很多豪华品牌的汽车上面 都配备有360度全景摄像头 而全世界第一款全景摄像头 就是日产军决开创的 外观对保姆车来说 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内饰和配置 新Air Grand的内饰 把给予驾驶者及乘客更舒适 更享受和更豪华的乘坐体验 作为出发点 你一坐进车内 就会发现内饰豪华的 简直不舒卖巴赫 无论是座椅还是方向盘 采用的真皮包裹 内箱加入了多项设计独特的MPV装备 包括多角度调校 原产真皮大班椅 连小腿成多电 和全新设计的空气净化 恒温冷气设备等 除了质感豪华 该车的安全系数也是相当的高 有智能巡航控制系统 物彩踏板加速抑制系统 以及全景式监控影像系统 等多种能够提供安全性能的系统 为日后出行保驾护航 动力方面 预计将会推出Hybrid车型 并沿用X-Tray Hybrid的混合动力系统 2.0升的汽油引擎输出值为147PS 以及207Nm 大大节省耗油 据悉 该车在日本售价30万人民币左右 对了 丰田的Alpha在日本还不到30万呢 4.0升的汽油引擎输出值为146PS